寻求四联霸的立委杨耀 赶在今天最后一天登记日 上午11点半 协同夫人前往选委会办理登记 登记截止日之前都可以登记日 对啦,为什么最后一天才来 没有耶,因为我们还在会其中 所以其实时间是比较难,很销定的 我任其中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提升医疗,推动冬季观光 富裕海洋生态 也包括运动馆的成立 也包括很多很美化的东西 教育建设,文化建设 每项政绩我觉得对于选举都是一种帮助 那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时候提出政见 在选后尽力去落实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态度 这个可能也跟选举的选票没有太大的关联 我觉得这是我承诺给澎湖相亲的 所以等于是我欠给澎湖相亲的工作事项 我必须要去完成 澎湖大概医疗是我们长期的痛 所以我们12年来大量的投资澎湖的医疗设备 补充人力,澎湖的医疗进步 我相信感受得到 澎湖长期以来观光跟渔业是命迈 所以我们在推动冬季旅游的部分 还有富裕海洋的生态的部分也下了很大的努力 因应澎湖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我们在这一届成功争取了 长照医疗长照大楼 我们在下一届除了硬体设施以外 我们会补足人力 并且设立平价的长照机构 充实澎湖的各社区的关怀据点的设备跟人力 我们希望能够在方方面面 照顾到全方会的澎湖居民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杨耀 感谢乡亲长期以来的支持 并表示为澎湖争取应有的权益和福利 是重振重要的使命感 未来四年将要求中央政府 针对澎湖的医疗提升 海洋富裕和观光发展等三大重点 拟定计划 广大的劳工退休生活是政府的责任 那劳保年金的改革方案很难圆满的推出 所以我会在下一届将政府最终的担保责任 支付责任推动入房 安定广大老公退休生活的保障 跟让他们在退休之前可以安心工作 立委养要这些年持续搭着飞机往返立法院 希望能在台北妥善解决澎湖的各项需求 这次的任期已经完成了澎湖医疗品质大幅的提升 海洋富裕持续进行 地方人士也认为澎湖五乡仪式 历年来马公市加湖西只有77%的选票 这次杨耀因成功争取了领导加紧 稳住的马公大中的公教选票 而2024年立委选举三选一 杨耀是否连任成功 大家拭目以待 记者王海龙报道